二二八事件77周年 二二八基金會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舉辦系列活動記者會 主辦單位表示 希望透過歷史的真相 深化自由民主人權價值 今年也將二二八相關報告 翻譯為多種外國語言 我們應該以二二八事件 作為一個人權的媒介 跟全世界關心自由民主人權的 國家人民做更大的聯繫 今年中樞紀念活動 儀式嘉義縣舉辦 七月前陸續舉辦多場特展 包括二二八事件中的淡江中學 南部地區遺址 以及鎮南榮言論自由等展覽 誠實的歷史 健康的國家 台灣要走向一個 健康的國家的道路 我們就必須誠實面對 過去的歷史 可是我們還在這個路上 我希望轉型真意 它必須是一個永續的社會工程 那每一個世代的台灣人 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有所了解 透過相關活動 探究責任歸屬 找回真相 也希望記取歷史教訓 讓悲劇不再重演 新討历史胡宗漢 劉茲營 台灣台北報導